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到是看医生也可以用揪团的 您应该没有想过吧 就是在台南市后币区的施安里民 看医生都有专车道府接送 而且呢不花一毛的车资 所有的费用呢都是由社区的合作社来支付的 也不靠政府来补助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带您客了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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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老人家是台南市货币区施安里民 他们一起上车并不是要去旅游 而是揪团看医生 有的就在那里看毛巾 有的在看医生的 有的看那个心肿科的 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看的医师也不同 如何揪团跑诊所呢 原来这部车是里长料鱼良自费购买的医疗专车 免费提供给里民使用 只要一通电话预约 专车就会道府接送 不必去车车 没方便 我们车车车没方便 刚才你如果说电话叫他 他就来给我们知道 是不是很好 对一车头上穿这么好 没有 当初看到我爸爸 因为我都要车去中间 一车就要装装 所以我相信 如果他们如果身体 没有状态要及时事 我先装装装装 所以他们的母亲 他们的操作者 互相常得大伤 曾经有过照顾亲人的体验 更加能够感同 身受老人家看病的需求 但是要维持这样一个社区福利 背后资金的需求也不少 绝非一个里长的薪水 能够支撑的 穷则便 便则通 廖医亮想出一个绝妙的典子 我也不是英文的里长 要拷外来 一直在我们观察 也不是古党 因为我自己作一个社区的经济 社区的经济 就说大家的一世广义 不然来生一个合作社 开放认股 一块一百块 来让社区的人来认识 来做我们自己的社区品牌米 以台庚9号为主軸 以无毒方式去栽种 号召李明共同集资成立合作社 在运用这笔资金与农民契作 栽种不含化学肥料的无毒米 利用网络行销的方式 创造出山营的局面 第一个我们的工作农民 他给他的增加收入 他增加收入之后 不断吃到无毒米 我们是一个平台 我们也可以赚到一点 可以来做我们社区来的福利 所以有时候 跟我们配合的时候 最起码我都说 虽然我们赚你一点钱 但是你已经参与到 我们所做的福利 这个机制来内 范围来内 所以有时候他心甘 心甘一万甘万付出 多付出一点 他也在做一点 小小说就这样 捡多少 捡四B 8 奶花 4B 4B 活动中心里 10几个学生温习功课 旁边还有南一大研究生 帮忙辅导 这些热心的大学生 也是从网路上 看到市安合作社的经营理念 主动投入社区营照 晚上则是利用闲雨时间 免费帮忙辅导血统的功课 那我觉得来这边之后 他们接触我们之后 可能一个晚上 可能教个两三题而已 可是这两三题 至少我们发现这两三题 在他考试的时候不会发生错误 如果像这个村子的话 他其实到都市是有段距离的 所以他可能也没办法去补习 他有问题的话也不知道问谁 那时候想说如果自己有这能力的话 好像可以来为社区做一些这样的服务 村子里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只是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问问题 和一个地方可以和大家一起念书 因为念书这种东西 其实真的是会有感染的 会有一种分落 人口老化在现今的农业社区里 是很普遍的情形 但是虽然你在里长料育量积极改变下 后召集资成立和作社 建立自给自主的共同经济体 创造利润来支持社区福利 而且还吸引许多年轻人回乡帮忙 让老化的市安农村注入不少新的活力 成立合作社并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凝聚社区的能量 大家有情出钱 有力出力 爱心百敌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这样的大同精神 在市安里展现无遗 民事新闻林俊敏 台南市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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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